资国股推介是百姓中国9987 《马经济日报》投资热化检选的原因是 百姓中国近期再次强调将会加码回购 和股息回归股东达到117亿利好股价表现 公司近年透过增加股息和扩大股票回购 计划回归股东 互马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至少再回归股东30亿美元 其中今年回归15亿美元 折合大约117亿港元 包括将2024年的回购目标指引 进一步提高到12亿5千万美元 换言之 2024年的现金股息预期大约2亿5千万美元 较去年提升1.6 走势上百姓中国昨日升3.7% 收报304.8 形态正是挑战2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若能突破下站340元 公司将下星期二公布首季业绩 五售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市场预料肯得基和必胜客 首季同调不销售 将往年下跌 策略上 稳健投资者 可以等到公司公布季职后 留意管理层 对未来业务指望再考虑 进取投资者方面 短期若果296元不失的话 可以在这个水平吸纳 跌穿28元 跌穿280元就减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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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